Y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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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很出名的運動員在香港 張玲 專門打網球 張玲是非常厲害的 她的世界排名最高單打到184 是否創了香港紀錄 可能幾十年前都有一位打得很高 不過這二三十年來 OK 好 你何時開始打網球 我應該去九歲 九歲 九歲算大還是小 其實已經算很遲 這麼遲也這麼厲害 我應該早點打可能成績更好 因為九歲 現在差不多平均的小朋友 甚至三四歲就開始玩球 你不一定拿著球板飛板 你可以玩滑球 扔球 折球 這些手腕協調 你一直打網球 打到多少歲開始有成績 其實可能因為我小時候就很高大 所以我十一二歲的時候就已經打得OK 有少許成績 去到十四歲我就是全大陸的第一 打了五年就可以第一 厲害 好 你現在打了總共多少年了 我打了十六年 不止九歲開始 打了很多年 好 打了很多年 不過代表香港我就打了十六年 是不是最近退了疫 是 退疫之後打算做什麼 其實我也是會想回到香港的體育 這個industry 所以我現在就去了讀書 關於體育管理方面的東西 希望之後學到一些學術上面的東西 加上我自己的經驗可以更加好的幫助 香港體育或者香港下一代的運動員 你做了全職運動員這麼久 你有什麼心得或者意見給一些年輕的全職運動員 我覺得首先你一定要很努力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 就好像你建立一個很高的樓 你的基建在下面一定要很穩定 那個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就是很勤力地訓練和捱得苦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還有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長遠的目標 因為現在的社會節奏越來越快 可能很多人會想有一個很快的回譜 但是我覺得在運動這一行 你需要一個每天不停的付出 這樣重複 然後你每天進步一點點 你才可以達到一個很長遠的目標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運動員要知道怎樣去保養自己的身體 可能你每天做的小事 例如拉筋或者放鬆肌肉 你可能覺得可能要有或者沒有都無所謂 但是長遠來看的話 其實這些每一天的小小步 可以幫到你整個行業很多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非常同意 所以呢 大家這個保養的脊骨也很重要 我想保養脊骨也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不是很短暫 我保養一次 我們身體的不同 脊骨的關節 其他瘦瘦腳的關節 如果保養得好的話 在運動員來說 我覺得第一 你不會有那麼多這些傷患 但是這個是最差的想法 第二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的身體發揮得最好 幫到他的成績上面 或者他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絕對是 我怎樣認識你呢 腰傷都困擾了我很多年 我每天就是早上起床 和晚上睡覺 腰是直直不到 要慢慢站直才行 應該是其他運動員有介紹給我 他說你不如試一下Eric 其實我平時都不喜歡試新的Visio 因為我覺得 有一個重新開始 去了解一個運動員 需要很長時間 如果你試了不行的話 那些時間就浪費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運動員跟我說 很有效果 我就說 不如試一試吧 第一次接觸席衣 應該是 之前有一次 整個團隊出去比賽 就有差不多十天的時間 每天都接受席衣的治療 那個比賽之後 我就連續贏了兩個比賽 我可能很久 可能差不多七八年都沒有試過 連續贏兩個國際賽 還要是 這麼久了 那次是否合格斯坦 那次團隊比賽在那裡 之後就在香港贏了一個國際賽 和在日本贏了兩個 後來的 我當時覺得很明顯 身體上的不同 是 我覺得自己轉身多了很多 因為你知道 我們網球底線 正手和反手 其實很需要整個身體的旋轉 然後力量由腳去到上面 用腰這樣旋轉 你才可以把力量放在球上 所以那時候 我就覺得我整個幅度大了很多 還有轉的時候 整條腰整個人是很流暢的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 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我的球是重了一些 因為整個幅度大了 這個我覺得很明顯 為什麼我這麼想訪問運動員 就是因為運動員本身身體的感覺很好 他對自己身體的感覺 就是哪一方未能發得到力 哪一方有什麼地方卡住了 他們是特別感覺得清楚的 很多運動員都是 比較敏感 所以很喜歡訪問運動員 看他接受完脊科治療之後 有什麼感覺 你這樣看很多不同的治療 脊椅 物理治療 推拿 假設按摩 中醫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這麼多款不同的治療 你可以每一款都可以 不一定要只講脊椅 中醫 我覺得 需要去 很多時候 平衡你身體的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中醫很講究平衡 所以 如果我們是很 突然之間 那些運動受傷 急性那些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找物理治療師 例如說 咬齊 你可能需要冰敷 以及給他一些壓力 這樣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短時間 一次或者兩次 就會有很大不同的一種治療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需要長時間這樣 你才會見到很明顯 或者效果會維持得很好 那咬齊也是這個概念 如果在運動員方面 我想就不是說 只是一個治療性質 它是很重的一些保養性 或者維持性的一些治療 令到運動員的狀態 長期都是保持著一個很高的水平 或者是最高的水平 我覺得在運動員身上 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咬齊 我自己的感覺是 如果我可以保持著這樣看 其實我這個受傷的風險 其實我覺得降低了很多 因為自從我接觸到脊椅之後 我發覺我基本上 我的腰是沒有受傷過 那之前 未看之前 我可能每兩個月 或者三個月 腰就會有肌肉扭傷 或者突然之間動不了 這樣的症狀 你覺得那些脊椅除了幫你做脊骨 它還沒有幫你做其他東西 在你印象裡面 因為很多人有錯誤的概念 覺得脊椅只有整個脊骨 對 只是拍過脊骨 在我的認知裡面 當然知道不是 我問問你 你有沒有整個其他位置 就是脊科的方法 有 頸 頸 手 手 手肘 是 你有沒有腳腕 腳腕 腳趾 膝頭 是 很常見 這些都有 你覺得接受脊科治療之後 你那個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 我整個人的感覺是沒有那麼累 是 例如我之前練習的時候 因為我們網球跑很多 我經常覺得腰椅下腳的位置 每天都很疲倦 好像 我不知道是否血流不通 還是不知道怎樣 但是 經過脊椅治療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的恢復 我不知道是否血流不通 還是怎樣 我覺得整個人的疲勞 感覺是降低了很多 還有一個感覺是 我很多動作以前做不到的 現在都可以 大部分都是可能轉身 或者有時候污下 起身 向前向後這些 我之前我覺得 因為 因為經常覺得腰痛 或者卡住了 所以很多動作 我只做到一半 之後我可以做到 整個幅度大了很多的時候 整個表現是差很遠的 提升了很多 當你可能只聽過名字 你可能大概會幻想一下 會做些什麼 到你真正接觸到那隻衣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 跟你想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 那時候 是我之前的體能教練 他是意大利人 他很出名的 他現在是Jokovic Novat的體能教練 我那時候好像腰受傷 他第一個推薦我的 是去看Karopactor 那時候我去台灣比賽 很難找 不會像Visio 或者中醫 到處都是 而比較少人專門做這件實再看 所以 varied當時還取 telling 我最不喜歡在台灣 那時候我還未找到 那時候特別是我是做高級的 明白 我的想像中 就是全身的骨 全身會讓你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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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想像中的這個 之後 接觸到這個� stool 之後 我发觉其实不是每一次看脊椎 就是要弄到你背着响或者怎么样才去治疗 其实他们会一开始测试你整个身体的平衡 是不是有没有歪了或者怎么样才调整 不是一来就卡卡卡的 所以接触了之后才发觉 原来是一个很全面的一种治疗 不是很单一的只是弄在你的骨 看卡卡卡可能看YouTube的影片多 YouTube的影片只是卡卡卡 但你刚才说的是 我想相对台湾是少一点的 因为台湾未有合法化这件事 脊科未合法化 如果一个地方本身很少脊椎的时候 你要专门找一些专业做运动的脊椎就更加少 香港也是起步阶段 记得那个体能教练 他跟我说 其实在外国 在欧洲 或者澳洲 美国 脊椎 其实这个运动提升来说 已经很普遍了 我在亚洲 听得比较少一点 但在那边 很多运动员都有 已经开始用脊椎 跟整个团队一起出去比赛 不要紧 我们现在香港的运动员 都开始用多一点脊椎 希望多一点 之后再 你有看脊椎 即是你玩运动方面 你身边 一定有很多不同 玩运动的朋友 即是那些全职运动员 他们有没有看脊椎的习惯 有没有 我觉得最近多了很多运动员 我们之间会提起脊椎 这种治疗方法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 运动员去试了之后 觉得真的可以帮助提升 他们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希望更加多的运动员 可以至少试一试 这个方法 这个治疗方法的效果 我听得比较多 就会在外国的运动员之间 是 可能这个治疗或这种概念 比较成熟很多 在香港 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多 那样东西活动 接着就会口传 接着就会 我想朋友圈 运动圈 都是这样 那样东西活动 你会传出去 就会OK 慢慢慢慢自己 越来越多 是 所以要达出第一步去试 因为你一定要试了 你才知道有效果 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 未必每一个人都是适合的 每一款治疗是这样的 但他一定要试 好像你所说 试了之后 他自己感觉身体是否适合 那些运动员来说 有些运动员是适合另外一种治疗 一定有的 我觉得 还有运动员 我觉得有时候为了成绩 或者为了提升自己的表现 就会试各种不同的方法 也是 一定是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 这个我又想说多一点 就是回到你刚才所说 要试一个方法 是否试一次两次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 这个就是我常见 一些运动员 他 为什么有些问题 可能处理极都处理不了 因为他试了一次两次 接着就算数 其实很多方法 尤其是运动员这些 就是他们的身体要求那么高 的一个工种 其实你试一两次 很多时候都未必有很大的反应 绝对是 有些人可能有 但是属于少数 但是很多人都是要多一些时间 才会有一个反应出来 或者反应在他的表现上面 身体上面 所以呢 那个点就是 都是要有些恒心 就是我觉得 就算你做治疗 也有些恒心 你不是说无了期地试 可能试一个时间 定一个时间 然后再去考虑 那绝对就不是一次两次 那些 一次两次都会有的 有机会有的 但是 你应该是看一个长一点的period 去决定 究竟那一款的治疗方法 是否适合你 或者脊科的治疗方法 对你的表现 是不是有提升 那就是看 绝对是 那多谢大家 今天看我和张宁一的访问 那我未来就会访问多些不同项目的运动员 那呢 给大家多一些idea 赊科究竟如何帮得到 你们的运动表现 如何帮到你们的伤患 拜拜 拜拜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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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